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 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到第六天 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 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 到了晚上 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 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 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 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 他都听见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 乃是向耶和华发的 摩西对亚伦说 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 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 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 他们向旷野观看 不料 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 你告诉他们说 到黄昏的时候 你们要吃肉 早晨必有食物得饱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到了晚上 有鞍春飞来 遮满了银 早晨在银四围的地上有露水 露水上升之后 不料野地面上 有如白霜的小原物 以色列人看见 不知道是什么 就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呢 摩西对他们说 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 为帐篷里的人 按着人数收起来 各拿一俄美尔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有多收的 有少收的 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 摩西对他们说 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 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 那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 摩西便向他们发怒 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 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 到第六天 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 每人两额每耳 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 摩西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明天是圣安息日 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 你们要烤的就烤了 要煮的就煮了 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 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 留到早晨 也不臭 里头也没有虫子 摩西说 你们今天吃这个吧 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你们在田野 必找不着了 六天可以收取 第七天乃是安息日 那一天 必没有了 第七天 百姓中有人出去收 什么也找不着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 要到几时呢 你们看 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 所以第六天 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天 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 不许什么人出去 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这食物 以色列家叫玛纳 样子像盐碎子 颜色是白的 滋味如同铲密的薄饼 摩西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要将一满俄梅尔玛纳 留到世世代代 使后人可以看见 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 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摩西对亚伦说 你拿一个罐子 乘一满俄梅尔玛纳 存在耶和华面前 要留到世世代代 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 亚伦就怎么行 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 以色列人吃玛纳共四十年 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 就是迦南的境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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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